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种激动的感觉 我自己呢非常激动 面对这样的难题 是吧 很多人应该都面临过是吧 面对这样的难题 我们去请谁帮忙呢 我们去问很多人 很多人都说啊 这个你不要找我 这种啊 你别别找我啊 或者说 你现在有这样的困境呢 我祝福你啊 反正呢你自己好好度过 你别来找我啊 我我忙啊 我有其他事情要做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人啊 活到某一个阶段啊 觉得没什么朋友了 就是当你遇到难题 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身边的朋友 他好像都消失了 是吧 所以呢现在我们遇到这个难题啊 当然这是我们假设的啊 我们现在有这个难题 我们有这个困境 我们需要他给我们一个方案 来啊 现在我们让他 来为我们创作啊 我们创建一个new chat 这个new chat ok这样发给他 new chat是什么意思 就是新的对话 new是新的 chare就是对话 是吧 你看他现在开始在创作了啊 他说恭喜你 开始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项目 以下是从零到一的速食管运营方案 我的天啊 你看 我的天啊 你看你可以在这里说继续 哇哇哇哇哇哇 还得了啊 是吧 你看 全部都帮你弄了 我的天啊 时代啊 我们要非常真诚的感恩我们伟大的祖国 让我们能够这么美好的生活者 工作者 让我们有机会去接触到各种新鲜的事物 感恩我们伟大的祖国 也感恩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也感恩 所有为互联网的崛起 AI的崛起 付出无数努力的天才们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发这一句啊 继续 你看啊 和 你看他这里是接着的啊 你继续之后 他这个字和这个是接着的啊 和谐 看到没有 你看 哇哇哇哇哇 他全部都帮我们写出来了 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从头到尾来看一下 他写的如何 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在来拜读一下 机器人先生为我们写的这份 全新的运营方案 他告诉我们如何从0到1 如何从低谷走向成功 如何开启一个全新的项目 你看啊 我们只是给他提供了这个基本思路 看到没有 这个 大家可以截个图啊 你们以后创作运营方案的时候 按照这个模式去创作 来 开始截图啊 截图 这个很珍贵啊 这就是我们的 VIP公式啊 这就是我们的核心公式啊 你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 他就知道怎么样去帮你了 别跟他闲聊 别跟他瞎扯 别 别 别把机器人当作是一个小朋友 来调戏他 明白吗 来我们 继续来看啊 你看他说 恭喜你开始了一个新的 令人兴奋的项目 以下呢 是从0到1的速食管运营方案 你看 1 速食的市场需求 随着 人们对健康和环保的重视 速食主义在强求范围内迅速增长 在中国 速食越来越受到年轻人和大城市居民的青睐 他为什么知道我在中国呢 你感受到了吗 因为我之前跟他交流的时候啊 他记住了啊 速食越来越受到年轻人和大城市居民的青睐 在调查显示超过60%的年轻人正在尝试速食 因此速食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哇 第二 速食对健康的好处 这些脉络这些框架都是我们给的啊 我们只需要给框架就可以了啊 看到没有 他就按照我们的框架去走 速食 饮食可以降低患病的风险 特别是什么什么 速食也有助于减肥 改善肠道健康提高免疫力 在速食馆当中啊 我们可以提供营养均衡的速食 满足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需求 好 三 速食馆非常受欢迎 速食馆越来越受欢迎了 因为他们提供了健康 营养丰富美味的饮食选择 另外 速食馆还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饮食需求 例如速食主义者 过敏者 减肥者 此外 速食餐厅通常有一个和谐 舒服的氛围 是人们聚会 放松和享受美食的理想场所 来看这里啊 第四点 打造网红速食馆 速食馆需要有特色和创新精神 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当中脱颖而出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几个方面来打造一个网红速食馆 提供新鲜有机本地食材 追求高品质的口感和视觉效果 为什么我们前面一直强调执行合一啊 他都帮你罗列出来了 方案都帮你写出来了 而且在一分钟之内全部搞定 你只需要校对一下 修改一下 然后正确的去执行就可以了 第二点 设计具有艺术感和情感共鸣的空间 吸引顾客拍照分享 我的天 这不就是社交网络的分享的那种理念吗 第三 提供创新的速食菜品 满足顾客的口味和审美需求 第四 推出定期或不定期的主题活动 吸引顾客参与和分享 是吧 打造网红餐厅 接下来 第五 我们在网络营销方面有很强大的优势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网络营销 一利用社交媒体 比如说微信 微博 抖音等平台 你看他知道我在中国是吧 所以他罗列的这些平台全部都是我们国内的 他没有去罗列国外的那些平台 然后呢 发布高质量的照片和视频 吸引潜在客户 第二 在线开展市场调查 了解顾客的需求和反馈 为改进服务和优化经营策略提供参考 接下来 利用搜索引擎优化和搜索引擎营销 等方式提高网站在搜索引擎当中的排名 增加访问链 接下来联合当地的素食社群 我的天啊 这个社群营销他都帮你提出来了 还有相关的博客 提高品牌知名度 起投资金50万元 这个起投资金可以用来支付开店费用 他都帮你罗列清楚了 这个是写给投资人看的啊 告诉他我要用来做什么 多贴心啊 多用心啊 用来支付开店费用 购买食材和设备招聘员工等 具体的费用和预算 需要在商业计划书中详细说明 第七 众筹方案或建议 众筹是一种非常有前途的融资方式 可以吸引更多的人 关注和支持支持我们的项目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几个众筹方案或建议 制作精美的众筹视频 你看众筹视频啊 先拍一个你理想中的素食馆的视频啊 这个建议非常好 介绍我们的素食馆的概念 概念特色价值 展示我们对健康环保和社会责任的承诺 吸引潜在投资者 第二 在众筹平台上开展商业的营销推广 包括线上宣传 社交媒体宣传 口碑营销等 接下来制定具有吸引力的众筹奖励计划 例如免费赠送这个素食套餐 特别的素食餐厅体验 VIP会员卡等 激励人们投资并支持我们的项目 说实话 看到这里我非常激动啊 我觉得太伟大了 他不是去网络上抄来的啊 他不是去搜索 然后张贴复制给复制张贴给你 他是为你的特殊情况创作的一份 有针对性的专属于你的方案 接下来第八点 推广思路啊 推广是素食管运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以下是几个推广思路 在开业前做好销售啊 做好预售工作 利用预售的资金和顾客反馈 进行调整和优化 吸引更多人前来体验 是吧 然后利用优惠活动和推广奖励 吸引顾客 例如开业到筹编新顾客 优惠买赠活动等 持续更新菜单和推出新品 吸引老顾客和新顾客前来体验 接下来建立良好的口碑和品牌形象 通过社交媒体 在线评论和媒体报道等方式进行传播 第九销售思路 销售思路是素食管经营的关键之一 以下是几个销售思路 提供优质的服务和高品质的素食菜品 满足顾客的需求和期望 营造良好的顾客体验和氛围 让顾客感到舒适和鞋和愉悦的用餐氛围 提供多种支付方式和便捷的结账方式 例如什么什么 建立忠诚客户计划和VIP会员制度 我的天啊 这个他都帮你考虑到了啊 激励顾客反复光顾 好 第十 盈利思路 盈利思路是每个企业都必须考虑的问题 以下是几个盈利思路 通过优质的服务和高品质的素食菜品 获得顾客的信任和忠诚度 吸引回头客和新客户 利用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和场地费等方式来增加收入 接下来是在线销售素食食材和制作工具 增加利润来源 其他什么什么啊 看到没有 他都帮你罗列出来了 全部都帮你写好了 震撼震撼 仿佛